新竹县竹北市人口破21万人 满足公共集会的需求 施工所赤资2亿元 盖了七层楼的民众活动中心综合大楼 但是因为变更设计与供料的问题 工程停摆了将近半年 经过工所协调之后 最近终于复工 要赶在5月底前完工 白色大楼外墙瓷砖贴面 赤资2018亿新建的竹北市民众活动中心综合大楼 年前工程一度停摆 市长政朝方上任后积极协调 现在恢复施工 原定是在去年的8月要竣工 但是因为变更设计之后 厂商他们的细部的内料有点不符 所以跟工所这端 有一点沟通上的问题 我上任之后积极的来处理这些事项 也跟我们的工所团队 来把一些事情来做理清之后 那在今年的年初 我们也复工了 但预计在今年的5月要来竣工 景临市工所这栋地下一层 地上七层的RC建筑物 占地2248坪 2020年10月开工 原定去年8月完工 但因变更设计工料问题 影响工程进度 停工近半年 市工所实地到工地线刊 并持续与厂商沟通 现在顺利复工 未来12楼规划作图书馆 三四楼市代会 五楼调解室 六楼逐一礼集会所 七楼羽球场 加快施工进度 要赶在5月完工 后续还要进行室内空间装潢 七楼现在我们规划 是有运动功能的市民的大礼堂 那我相信在我们的中文大楼完工之后 将可以带给市民朋友 有一个新的休憩的一个新的选择 在图书馆 甚至我们大礼堂 还有多功能的实听室等等 将要来结合我们的社区 结合我们的市民 大家来共同使用全新的设备 以及全新的环境 竹北市人口增加快 满足民众公共集会需求 原址拆除重建新活动中心 市公所严格把关工程品质 要提供宽广空间 让民众运动集会都更加安全便利